郊西公所義工隊的研習 特別邀請專業講師 分享民眾到公所的洽工禮儀 尤其應對的一句話最好不要講 那就是不知道 去年八月成立的義工隊不要分擔 關所資源接待工作 像是量測 提溫 引導到客室洽工等等 所以鄉長張仁德 非常感謝他們無私的付出 就研習分享經驗 提升服務品質 而義工們也覺得很有意義 因此今年還吸引更多人 來加入服務的行列 沒有這樣 那如果沒有了 那個心在做什麼 心嗎? 也是這樣 坐著懷疑的心來做 以前有衛生掃 頂著做助攻 那就是教育做助攻 那就是招肥要走出來 就沒有出來 不知道膽子比較不眩 接待啦 那個防疫要涼啦 對啊 就是覺得做得很開心 就是說我們的付出啊 大家就覺得很開心 今天來這裡就比較開心 來這裡做助攻啊 大家這樣幾個 很久的 這樣開心 因為我想出來 跟一般那個人互動 還有來這裡 當義工心情很愉快 這個鄉親 也在歐落到我們公所 我們的所有的技工 我們台人接吻 尤其來這裡公所 大家非常親切 還有一些歐里山、歐馬桑 他們不知道說 有一個個性 我們有辦法把他帶到 每個個性的頭前 都把他們辦理的事項 都辦理到非常萬里 義工隊原本有24人 今年再增加11名 未來將安排到圖書館 擔任服務制工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